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年轻人极其优秀 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经常对别人出言不逊 他的父母和朋友总是劝他 他总是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几句话吗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禅师 年轻人对禅师说了一句很不尊敬的话 别人批评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说道 不就是几句话吗 我向他道歉不就可以了吗 禅师听了微笑着对年轻人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 都围在了这个禅师的旁边 准备听禅师讲故事 禅师顿了一下开始讲故事 有一个人养着一只从小就从深山里捡回来的狗熊 他一直养着这个狗熊 可是有一天 这个狗熊把邻居家的一片玉米糟蹋了 邻居找上门来 他很生气 拿着棍子对着狗熊就是乱打 而且边打边骂 畜生始终就是畜生 我白养你了 打完后 他把狗熊赶出了家门 第二天的时候他又后悔了 可是狗熊已经走进了后山 他很后悔 可是再也找不到狗熊了 有一次上山打猎的时候 他碰到了一只老虎 手无寸铁地他闭上了眼睛 突然他听到了搏斗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是那只狗熊回来了 狗熊把老虎赶跑了 他高兴地上去 爱抚着狗熊说道 太好了 上次我打了你还疼吗 你跟我回去吧 狗熊说 早就不疼了 可是你说过的那些话 却还在让我疼 而且很疼很疼 狗熊说完 头也不回 就又回到了后山中 禅师故事讲完了 大家都在感叹 说过的话 竟然会有这样大的伤害 唯独这个年轻人 却是一副不屑的样子 禅师又从口袋里 取出了几颗钉子 对年轻人说 你去把这几个钉子 钉在树上 年轻人按禅师的话去做 把钉子钉在了树上 年轻人刚回去 禅师又说道 你去把钉子取下来 年轻人没有说什么 又回到了树下 准备把钉子取下来 可是年轻人 费了半天的劲 用了各种工具 折腾了半天 才取下来一颗钉子 禅师来到了 年轻人身边 用手这样的伤害 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记住 说是一种能力 不说是一种智慧 一 急事慢慢地说 遇到急事 如果能沉下心思考 然后不急不躁 把事情说清楚 会给听者留下 稳重 不冲动的印象 从而增加 他人对你的信任度 二 小事幽默地说 尤其是一些 善意的提醒 用句玩笑话讲出来 就不会让听者 感觉生硬 他们不但会 欣然接受你的提醒 还会增强 彼此的亲密感 三 没把握的是 谨慎地说 对那些 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你不说 别人会觉得你虚伪 如果你能 措辞严谨地说出来 会让人感到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四 没发生的事 不要胡说 人们最讨厌 无视生非的人 如果你从来 不随便意测 或胡说没有的事 会让人觉得 你为人成熟 有修养 是个做事认真 有责任感的人 五 做不到的事 别乱说 俗话说 没有金刚钻 别懒瓷器活 不轻易承诺 自己做不到的事 会让听者觉得 你是一个 言必信 行必果的人 愿意相信你 六 伤害人的事 不能说 不轻易用言语 伤害别人 尤其在较为 亲近的人之间 不说伤害人的话 这会让他们觉得 你是个善良的人 有助于维系 和增进感情 七 伤心的事 不要见人就说 人在伤心时 都有倾诉的欲望 但如果见人就说 很容易使听者 心里压力过大 对你产生怀疑和疏离 同时 你还会给人留下 不为他人着想 想把痛苦转嫁 给他人的印象 八 别人的事 小心地说 人与人之间 都需要安全距离 不轻易评论 和传播别人的事 会给人交往的安全感 九 自己的事 听别人怎么说 自己的事情 要多听听局外人的看法 一则 可以给人 以谦虚的印象 二则 会让人觉得 你是个名事里的人 十 尊长的事 多听少说 年长的人 往往不喜欢 年轻人对自己的事 发表太多的评论 如果年轻人 说得过多 他们就觉得 你不是一个尊敬长辈 谦虚好学的人 十一 夫妻的事 商量着说 夫妻之间 最怕的就是 遇到事情 相互职责 而相互商量 会产生共情的效果 能增强夫妻感情 十二 孩子的事 开导着说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非常叛逆 采用温和又坚定的态度 进行开导 可以既让孩子 对你有好感 愿意和你成为朋友 又能起到 说服的作用 水深则流缓 雨池则仍贵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 学说话 却要花数十年的时间 学会闭嘴 管好自己的嘴 这些话不要说 不要评价别人的好坏 因为他们并不影响你吃饭 不要评价别人的德行 因为你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不要评价别人的家庭 因为那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不要评价别人的学问 因为市场最不缺的就是学问 不要评价任何人 哪怕是你最看不起的人 不要伤害别人 因果迟早都会来 不要随意发脾气 谁都不欠你的 现在很痛苦 等过阵子回头看看 会发现 其实那都不算是 我们常常抱怨 生活对我们不公平 其实生活根本不知道 我们是谁 不要去讨论 谁的修行好与不好 修行在个人 别人是你的一面镜子 反射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不足中修炼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合天 MIA黄 吴玉霞 王子芳 戴宇 卡尤亦 NG惠敏 君君 周美美 Clara Yip 书音 李建安 天映数位文书处理中心 林建真 Aung Danny Jolene Hong 韩韵 Shul 林建真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悠 私信交流啊 期待与你相遇 Facebook也能和小悠